神祖新聞專輯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 各位早晨,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五 這次的神祖新聞專輯是由陳心兒主持 梵蒂岡一個討論中藩關係的委員會 呼籲同中國政府就天主教會在大陸的角色 進行建設性對話 敦促內地地下和官方教會寬恕同和解 而所謂的復活節慶祝活動也會重點提到中國 閃大連報道 梵蒂岡討論中藩關係的特別委員會 結束一連三天的會議 教廷在會後發表聲明 呼籲同中國政府就天主教會在大陸的角色 進行相互尊重和建設性的對話 敦促內地地下和官方教會寬恕同和解 聲明說會議集中討論到中國教會的生活 包括推動內地天主教徒和解 也下星期進行的復活節慶祝活動 也會重點提到中國 其中下星期五的耶穌壽難節 在萊馬鬥獸場為止舉行的拜虎路 有份出席會議的香港天主教區主教 陳日君書記會為儀式讀經反思做準備 陳日君說內地天主教徒遭受很多苦難 不想為信仰而造成 希望到時能夠反映中國教徒的境況 內地地下教會估計有800至1200萬名信眾 教宗本督十六世前年上任之後 致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去年五月曾向內地教徒發出目函 呼籲與大陸對話 地下教會與官方教會和解 而參與今次會議的 除了陳日君 也包括在理主教湯漢 以及台北教區總主教洪山川 商業電台記者閃達寧報導 政府委任的專家 小木康看 武器